作词 李宗盛 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多么熟悉的声音 陪我多少年风和雨 从来不需要想起 永远也不会忘记 没有天哪有地 没有地哪有家 没有家哪有你 没有你哪有我 忍出传来你多么熟悉的声音 让我想起你多么慈祥的心灵 什么时候你再回到我身旁 让我再和你一起唱 就跟他卖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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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机会 冯领 我知道 我不是一个光彩的妈妈 我也很害怕小美会恨我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她了 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亲人 不过我向你保证 我肯定不会把她 从你身边带走 你就帮帮我行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不是不让你 去见小美 我是怕小美知道了 事情的真相 孩子会受不了 而且 她会恨你 我知道 我明白 我听你的 我等 童林 我求求你了 你带我去见见她 让我跟她说说话 我 我保证什么也不说 我就是 就是想看看她 我ä宗爱你 我意味道 kümb了 我孙家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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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想 我爱你 都是保证的 来了 阿姨 是您啊 爸 这位就是 我上次在学校碰到的那个阿姨 来 先坐吧 阿姨好 你好 坐 爸 您和这位阿姨是怎么认识的呀 那个时候我在部队 她是下乡之情 原来是这样 阿姨 您的孩子 是不是也在音乐学院上学 他是哪个姓哪个班的 叫什么 没准我们还是同学呢 不是 其实 是我朋友的孩子 爸 就咱们几个吗 您不是说 还要见好几个老朋友吗 本来我们是有三个朋友 一起来的 但是他们两个人临时有事 就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都走了 来 要不然我们先点菜吧 小美 您再喝点这汤 这汤很鲜呢 好 谢谢阿姨 不用了 我再喝一点 这个汤很鲜呢 来 您一直给我弄 您都没怎么吃 快吃吧 你也吃 主要是因为 我晚上有课 我得练功 我要是吃特别多 这胃里头就占 你晚上还要上课呀 吃吧 吃吧 爸 我要没什么事 就先走了 还有课呢 行吗 行吗 你走了 那你路上要小心一点啊 要不要阿姨送你啊 不用了阿姨 我自己能行 你们慢慢聊吧 那我先走了 爸 我走了 慢一点啊 哎 不是阿姨怎么会过来的 不是 你怎么会过来的 你怎么会过来的 我真是作孽啊 我真是作孽啊 我谁也不愿 我只怪我自己 怪我自己 谁让我把她给抛弃了 我自己亲生的女儿 面对面地坐着我 都不敢认她 我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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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想不出了 我怕你 你所以我怕你 我怕你 你死了 我怕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拿水杯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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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跑 你听到什么了 你听我说 我不想听 我 我是你的妈妈 小白 不是我妈妈 我没有妈妈 我是你的妈妈 妈妈对不起你 别说对不起 既然这些年你过得好好的 那你在哪儿 你在干什么呢 你为什么不回来找我们 你跟我回去 我 我慢慢地跟你说 我不去 你告诉我 我是不会认你的 你当初狠下心来抛弃我们父女俩的时候 你就该想到有这一天 我不需要妈妈 我有一个爸爸 我照样可以活到二十岁 所以请你 从哪儿来 就回哪儿去 回来了 回来了 小白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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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 喂 小白啊 田妈妈 小美在你那儿吗 对 小美在我这儿呢 好 谢谢 谢谢啊 小美 怎么样 你放心吧 君迈在照顾她 这个柳元也是 你说办得她叫什么事啊 她肯定是故意 不是 的确是个意外 的确是个意外 小美的水壶啊 她自己落下了 怎么可能啊 那小美那水壶不是随身背着呢吗 要不然就是柳云给拿出来的 不是 我都看见了 我都看见了 我们啊 不要把人家想得那么坏 就你 把人都想得那么好 想想小美 小美得多难受啊 你说 你 我都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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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事情 好 我都看见了 未必会错 命运是两身停坐 也难免出错 应该相同 谁最后不是两手空空 当初狠下 现在抛弃我们父女俩的时候 你就该想到有这一天 我不需要啊 我有一个爸爸 我照样可以活到二十岁 飞洒 抱歉我找不到 说服自己的答案 而多么遗憾 我们的共事未完 只剩回忆的血 在身体流传 不需要啊 老机 来 请坐 咱们也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是啊 小黄 小黄 那个 把那王局长上次给那好茶泡两杯 泡两杯 泡两杯 瞧瞧你这菜菜 咱们那国私勤里 单年就是你脑袋瓜子最好 现在也算你婚得最好 小有小的难处 大有大的难处 我这上千口的人 张嘴等着吃饭呢 一睁眼就欠债啊 哪像你啊 办公室一坐茶水一喝 汉老保收 汉老保收 就填饱个肚子 有个头疼脑热的 还得拆冬墙补西墙 你就别含草我了 我哪有你 哪有你的魄力 月总 她来了 咱们那晚上后来 也没怎么 也没怎么聚是吧 前两年张罗过 大家天蓝地北的 不是你出差就是这个有事 北京的小范围碰了一下 那个 你们有柳云的消息吗 这么多年可是头一回 谁听你提起她 前段时间有一次我好像看见她了 不会吧 在哪儿 在机场 看错了吧 她现在人在美国 我知道 不在国内 你找得太像了 你你你你当年对她可更够绝情的 这茶怎么样 还行 好好看啊 我们在这儿 你看我 我还是长的 这个是再有点 我不要说 我不要说 你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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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你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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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你 吃点面吧 我不用了 从小我就一直在想 就想 我妈去哪儿了 为什么不回来啊 她在干什么呢 我就安慰我自作为说 可能是她遇到了什么 特别大的困难 她一时半会儿 她没办法 从那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回来 我都想想想 大二那年 我跟朵朵他们去看宝莲灯 当时我哭得一塌糊涂 他们就问我说你怎么了 你这个泪点也太低了吧 其实我是因为 看到陈香披衫救过我 我当时脑袋一下就想着我妈 我就想 我妈妈 是不是正在遭受着那种 无法想象的困难 她是不是每时每刻都在想着我和我爸 却无力挣脱 就等着盼着我去救她 而我觉得她的下落一无所知 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我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 我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 觉得这个阿姨好有气质呀 好年轻啊 她看起来至少得比我爸年轻十岁 从她穿的衣服 举止 谈吐 我脱脱就是那种 电视里的贵妇人 脸上哪有一点风霜 这些年她过得一定很好 而我 我还在这儿傻傻地等着她 还想去救她 你 小白 我不知道你妈 当年为什么抛弃我给你爸 我也想不明白 她为什么又回来找你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给她一个辩解的机会 哪怕是谎言 是李勇 你听了 她 认不认在你 选择权 也在你 我是不会认她的 我不想听她的任何理由和借口 我就认识试 我就知道 我爸一个人那么难 把我从小拉扯到大 她作为一个母亲 既然抛下她自己生的孩子走掉了 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原谅她 小美 就当你和我一样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明白了 你的父母不在了 你的父母不在了 你可能就不会这么想了 你就会知道 他们在你身边是 多么多么快乐 哪怕是你们原来 吵得不可开交 然后 清风地缝 你 那得当他们不在了 你ave顿 我全天想不到他们 一丝丝的不好 你可多么希望 他们能够在这儿看着你 哪怕只是看着你 一分钟 一秒钟 你不让我听你离开 俊玛 我懂你的心情 但是我不一样 你跟你的父母再闹别扭 起码他们是爱你 可是我爸爸呢 他爱过我 有什么证据说证明他曾经关心过我 还有一丝一毫地牵挂过我 把我放在他心里过 没有 哪怕连张字条都没有 哪怕连张字条都没有 所以我就得 就得认 就得说服自己 就得知道 我就是被他抛弃的孩子 我就是被他抛弃的孩子 他不爱我 从我生下来 在他的生活中就是多余的 所以说 他既然这么做 就应该躲起来 永远都别再回来 我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我得涨点这一遍 那你找谁啊 我找佟林 他在吗 佟林 佟叔 佟叔 有人找你 佟叔 对不起佟林 对不起佟林 我又来找你了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小美现在肯定恨死我了 我真的不知道 我当初怎么就那么狠心 我把她给抛弃了 我现在又来求孩子原谅我 我的孩子怎么可能原谅我 对不起 佟林 对不起 小美 小美一直都挂念她的妈妈 她会想通的 只是这件事情 对小美的打击太大了 她还会原谅我吗 她不会再原谅我了妈 我 我该怎么办呢 佟林 我 公灵 我求我 我再求你一次好吗 你说 只要我能做到的 只要对小美好 你继续做他的爸爸 我是说 你就说 你是他的亲爸爸 董灵 我求你了 董灵 我求你了 小妹她现在这么恨我 她一定是认为 当初我把你们父女俩都抛弃了 她一定认为你就是她的亲爸爸 如果她知道 我把她扔给了一个陌生人 仍给了一个毫无关系的人 她一定会恨死我 她这辈子都不会再原谅我了 我求你了 董灵 我求你了 既然她认为你是她的亲爸爸 你就 你就一直让她这样认为下去好吗 小美的亲生爸爸是谁 你是说小美的爸爸 她不会知道 她不会知道的 那个没人性的 那个没人性的 我当年还孕五个月的时候 她让我爸孩子打掉 她根本就不配有小美这样一个女儿 她也根本就不知道小美的存在 小美有我这么一个不负责任的妈妈 就够可怜的了 我不想让她 我不想让她知道 她还有这么一个绝情的爸爸 我求求你了 爹啊 不是又在欺骗小美吗 这 不是欺骗 这怎么能是 我 我不知道 我该怎么说呢 你难道不想让小美 感觉幸福一点吗 你不是一辈子都想做她的爸爸吗 让她活在一个善意的荒原里 我想这样对小美会更好 小美总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情人 如果她不能够认我 如果她一辈子都不能够原谅我 我真的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你让我再想想吧 你让我再想想吧 老平啊 喂 爸 来 来 我跟你爸去参加婚礼 去男朋友 妈 我都多大了还知道 你同书没回来啊 回来了 爸 我和女的在婚礼 找她 我觉得工作室 你还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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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还没有回来 我会在家里 在家里 你还要回来 你还想回来 你还要回来 回来 我还要回来 你说的是真的 小美 是我跟柳云的亲生女儿 你是 这胡说呢你这是 我还不了解你 这你那时候跟安凤霞 在谈恋爱呢 这怎么可能呢 佟黎 是不是姓柳的那女的 跟你说什么了 是不是 我说的是真的 我谁也没告诉过 你们说什么 那女的是小美的亲吗 是 是 那小美知道吗 知道啊 不是 你们 这么大的事 那小美知道了能受得了吗 光明 你干什么去啊 我找小美去干什么去 填乱的这 啊 啊 啊 多么熟悉的声音 小美 陪我多少年风和雨 对不起 从来不需要想起 爸爸一直叫你 永远也不会忘记 不要撒谷 但是今天 爸爸自己撒谎 爸爸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没有你哪有我 不知道这样做 没有我温暖的声话 我温暖的声话 假如你不曾保护我 我温暖的声话 假如你不曾保护我 我们本来就是 最想起 相爱的父女 对不对 什么时候 你再回到我身旁 让我再和你一起唱 就敢躺卖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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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爸不应该不跟你打招呼 就把你带去见你的 秦妈 爸 是有点突然 但我不怪你 我就是不想见他 小美 我还记得你小时候 跟我要妈妈的样子 你那个时候 多想念你妈妈 爸 您别劝我了 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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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想了很久 我都想了很久 我想劝自己 说服我原谅他 可是我没法做到 我 没办法理解他那种做法 他怎么能这么狠呀 他 作为一个母亲 抛弃他刚生的孩子 还在您受伤的时候 选择离开 这么多年了不闻不问 我没见过这种人 所以我没办法理解 我也没办法认他当我妈 你 你误会 你妈妈了 他有难处 他也没忘记你 爸 他要是心里头真有我 他为什么不回来看看我呀 他哪怕打一个电话 捎张字条都行 可是没有 这是你出生那天的报纸 这上面 是你出生时的手印 和脚印 你妈妈一直把他带在身边 其实 他一直 都惦念着你 你妈妈 你妈妈 也有寄钱回来 还寄信回来 你看 这就是他 寄来的 钱 寄来的信 爸 你怎么不早说呀 这么多年 您都没说过呀 是爸爸不好 我倒是因为 太恨他 所以不愿提起他 我总怕伤害了你 爸爸对不起你 爸爸对不起你 现在爸爸 现在爸爸 人老了 很多事情 都想通了 爸爸已经不再记恨你妈妈了 你是我女儿 你也原谅他好吗 你也原谅他好吗 原谅他 这世界上多一个人疼你 爸爸心里 就更踏实一些 爸 妈 嫂子 嫂子 别忙了 我不渴 来 喝点水 好 小心烫 你今天怎么来了 这不是那个羡慕工团啊 正好来送货 我呀就搭车顺便过来看看 嫂子 那小美跟她妈的事 到底怎么样了 能怎么样啊 小美根本就没办法接受她 这不 佟林一大早啊 就去学校了 佟林去省城了 你说她也不跟我说一声 那个 嫂子 你没给小美聊聊啊 你看啊 你从小把她带大的 你说话她听 要不 你再劝劝她 我怎么劝啊 我压根就不同意小美认这个亲妈 你说哪个女人像她这么狠心 连自己的亲骨肉都不要 她妈 她妈当年也许确实有她的难处 要不 我再跟小美聊聊 可是我就怕 她压根不听我的呀 行了 凤霞你就别管了 哎呀 嫂子 这我能不管吗 你看啊 佟林夹在他们两个人中间 多胆瘦啊 我得帮帮佟林 你就别管别人了 你就管管你自己吧 管 嫂子 嫂子 你这话什么意思 嫂子 有什么事吧 有出什么事 你可得告诉我 你别让我着急 到底出什么事了 算了 你去问佟林去吧 问佟林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佟林 出什么事了 没事 佟林 你有事瞒着我 问佟林 是否 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 是否 这次我将不太哭 是否 这次我将一去不回头 走向那条慢慢永无知情的路 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 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 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 情到深处人和孤独 多少次的寂寞挣扎在心头 只会挽回我长远去的脚步 多少次我忍住胸口的泪水 只是为了告诉我自己我不在乎 多少次的寂寞挣扎在心头 只会挽回我长远去的脚步 多少次我忍住胸口的泪水 只是为了告诉我自己我不在乎 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 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 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 情到深处人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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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到深处人孤独